每一张剧照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剧照君 欢迎大家收看由虚度8出品的剧照故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说起这句话 我们就会想到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作为射雕三部曲的开山之作 亦是被翻拍过很多的版本 今天剧照君就来盘点一下 各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 最新版《射雕英雄传》 是近几年翻拍最佳 评分最高的金庸剧 这部黑马之作 对原著有着高还原度 大量的实景拍摄 和行云流水的武打动作 让人赏心悦目 该剧的主要角色在当时都是新人 出演黄荣的李依童 算是在当时最脸熟的面孔了 他曾在余政剧《半妖青城》中担任女主 也是因为这部剧被大家认识 剧中荣儿白衣金带的出场方式 让观众眼前一亮 巧合的是 静哥哥杨旭文 也是通过余妈剧打入演艺圈 他曾经扮演过《美人制造》中的柳公子 而后在诸仙青云之里 饰演青龙受到关注 出演杨康的陈兴旭 则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绝世渣男李承鄞 那时候陈兴旭才19岁 体态上也比在东宫里少显圆润 虽然主演萌新 但一众配角却都是老熟人 邵峰的邱楚姬 李宗翰的杨铁心 还有邵冰的郭孝天等 都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曾经在上海滩 出演丁力一角的吕良伟 在这里饰演男帝段志兴 在《八三版社雕》里 扮演杨康的苗乔伟 在这里饰演了东邪黄耀师 无论是城府极深的小王爷杨康 还是狂傲不羁的桃花岛岛主黄老邪 三哥苗乔伟都能够轻松驾驭 中年时期的他更是多了几分魅力 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肯定 为了致敬经典 该版的片头片尾曲 都选用了《八三版》的主题曲《铁血担心》 至于为什么只用伴奏 导演解释说 因为原唱为粵语 而国语版无论让谁唱 都唱不出原版的韵味 所以干脆只用了伴奏 《射雕英雄传》 追溯到最早的版本 是1958年 由香港俄美影片公司出品的黑白电影 该片分为上下集 由曹达华饰演郭靖 荣晓义饰演黄荣 1976年 香港嘉义电视台 首次将《射雕英雄传》 改编成电视剧 由白彪饰演郭靖 米雪饰演黄荣 米雪因为该角色 在当时一炮而红 白彪则是后来中年郭靖的代言人 在小郭靖 此次诚心上山拜见长春真人 小王爷杨康由梁小龙出演 天下无功 无坚不破 唯快不破 诶 火云鞋神 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后来家事倒闭被TVB收购 香港无线电视台翻拍 《八三版社雕英雄传》的时候 为了保证翻拍的收视 这个版本就被血藏了起来 不过这两版还是有很多共同演员的 76版杨铁心的饰演者秦沛 在《八三版》饰演了铁木珍 欧阳克的饰演者刘江 是《八三版》的《完颜红烈》 郭孝天的饰演者曾江 则变身黄药师 而周伯通和欧阳峰压根没变 还是由杨泽林和秦皇饰演 一年后 邵氏公司也开始拍摄《射雕英雄传》 并把电影分成三部 第一部中的黄蓉由田妞饰演 翠花 是你吗 没错 这就是年轻时的鸟翠花 第二三部的黄蓉 换成了郭又华 郭靖由傅生出演 傅生是当时邵氏的当家小生 曾宏极一时 但不幸在1983年因车祸去世 出演慕念慈的是《慧英雄》 那时候的影后真鲜啊 哇 影片保留了张撤武打片特有的杨刚美 现在看来不仅打光也都不错 就是康帝你这个造型 说你干嘛穿着宝玉的衣服 1983年 由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射雕英雄传》 火遍大江南北 重播率仅次于西游记 黄日华把静哥哥的憨厚善良 演绎得入目三分 此后他还出演了金庸剧里的 袁承志和乔峰 97版的乔峰 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出演杨康时 苗乔伟刚刚出道 但他却被金庸圣赞是 唯一超越原著的人 而后他又在江湖接班人中 出演退休江湖大佬三哥 因为演得太传神 苗乔伟三哥的称号也由此传开 在2014年大火的《使徒行者》里 他出演沉着冷静的卓色 已经56岁的三哥仿佛吃了仿佛气 此时的他帅气不减杨康 沉淀的魅力更让人无法抗拒 郭靖 杨康 念慈 这些主要演员 都是由公司已经决定的 而黄荣的演员翁美玲 却是通过海选产生的 当时黄荣的敲定 不是导演和公司高层 而是在竞选现场 被金庸先生当场看中 拍板这就是他理想的黄荣 果不其然阿翁饰演的黄荣 古灵精怪 钟灵玉秀 收获了大批影迷 成为了不少观众 心中最经典的翘黄荣 翁美玲也因此走上了事业巅峰 只可惜现实中的阿翁 却不像剧中的荣二那样幸福圆满 1985年 翁美玲因和男友汤振业的情感问题 自杀身亡 年仅26岁 这部剧的黄金配角 东邪 曾江 吸毒 杨泽林 南帝 刘兆明 北盖 刘丹 都是TVD的老牌戏骨 刘丹在94版社雕 和95版神雕侠旅 都出演了洪七公 可谓是洪七公专业户了 而有些人 表面是一灯大师 但背地里却是 吓哭小孩的树妖姥姥 这部剧 除了主角和配角 都是大咖以外 就连一种炮龙套的演员 也是现在的影帝影后 刘嘉玲是华征的侍女 欧阳振华是乞丐 吴振宇是商贩 周星驰则是囚犯和宋斌 除了演员的出色表演之外 八三版社雕 令人无法忘怀的 还有经典的音乐 罗文珍妮的《铁血担心》 一生有意义 世间终你好 即使三十七载光阴已过 但熟悉的旋律一旦响起 记忆便会翻涌而来 让人热血沸腾 1988年台湾中世 借借八三版社雕英雄传 改编拍摄了台湾的第一版社雕 由陈玉莲饰演黄荣 黄文豪饰演郭靖 其中陈玉莲还出演过 金庸剧里的《小龙女》和王雨嫣 她也是唯一一个 演过三个金庸女主的女演员 黄文豪后来在《俞正版笑傲江湖》里 出演《月步群》 88版《射雕》 虽然基本上尊重了原著的故事线 但该版由于添加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 也成为了众多版本里 举情最拖沓的一版 导致播出之后知名度并不高 1994年 TVB第二次拍摄《射雕英雄传》 由朱英和张志玲出演黄荣和郭靖 罗家良和关宝慧出演杨康和穆念慈 这版电视剧的主演也是几经变化 荣儿的角色是最早定下的 不过郭靖一开始选定的演员 是林文龙 但因家中有私事 推掉了该角色 后来换成了张志玲 这也是张志玲在TVB担任男一的第二部戏 杨康的演员选择 还曾找过谷仔 但谷仔此时已经接了杨过这个角色 为了专心演绎好杨过 只好推了杨康 所以无限又找到了罗家良 而穆念慈的饰演者 最初的侍镜和巡礼照 都是梁小斌 但最后开镜的时候 却变成了官宝会 可想而知 如果当年按照视镜的演员 来出演九四版射雕 那这神仙阵容 或许可以让这版射雕 更加深入人心 虽然主角的选择几经波折 但剧中 东邪西毒 南地北盖 和老顽童周伯通 都沿用自九五版神雕下旅 颇有一脉传承的感觉 九四版射雕 虽然不及八三版射雕生命远扬 但也是很多90后 心中美好的回忆 2003年张继忠工作室 出品了射雕英雄传 李亚鹏饰演郭靖 周迅饰演黄荣 周杰饰演杨康 蒋勤气饰演穆涅子 配角杨丽萍 也被称为最美美超风 该剧的主角配角全是大咖 取景从俊勇的江南小镇 到辽阔的大草原 又是一部旅游纪录片 虽然赤巨子打造 但观众对该版的评价 却是褒贬不一 首先 静哥哥的人物形象 应该是大致若鱼 但李亚鹏 却把他诠释得过于傻气和呆板 既然如此 那就请没钱被指教 远不如他在《笑傲江湖》里的 《灵狐冲》表现出彩 周迅的演技毋庸置疑 但我们都知道 周公子的音色过于忠性 我是你黄贤弟啊 这也成为不少观众 吐槽这版射雕的原因之一 五年之后 唐人影视 也出品了一版射雕英雄传 胡歌和林依晨 继《天外飞仙》之后 第二次出演情侣 由袁红和刘诗诗 饰演杨康和穆念慈 谢娜饰演华征 你没有听错 就是谢娜 看惯了日常搞笑担当的娜姐 再看看这么痴情的华征 真担心娜姐下一秒就 胡歌版射雕英雄传 算是改动最大的一版射雕 这一版着重加深了 杨康和穆念慈的感情戏 让剧照君每次看到他俩的戏份 都感觉又重新欣赏了一部 虐恋大戏 不仅如此 该版还洗白了原著里的欧阳克 快吃吧 吃完了我好替你疗伤 谢谢别 该版的欧阳克 也然是童年缺爱的可怜男孩子 还对念慈妹妹情深不能自艺 但却被念慈和杨康合谋害死 接着万一红烈被杨康害死 杨康之后又被发疯了的欧阳峰害死 值得一提的是周海妹 也曾经在这一版射雕英雄传中 客串了杨康的母亲包希若 因为这个角色 周海妹也被称为最美包希若 除了这么多剧版射雕 还有一部电影 只是借用了射雕英雄传的名字 但其实和原著射雕毫无关系 那就是射雕英雄传之东城西旧 这部喜剧电影巨星云集 无尿点全笑点 一部刘正伟只拍了27天的电影 原本只是为了救王家卫 东邪吸毒的场 却意外造就了经典 而王家卫在大漠里拍摄了很久很久 以至于到了时间 还交不上片子的东邪吸毒 却没有改片受欢迎 说到前面童年缺爱的欧阳克 就其原因 还是因为他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叔叔 欧阳峰 所以为了全方位地阐述 欧阳克人格缺陷的神层原因 王家卫拍摄了东邪吸毒 很多人看不懂东邪吸毒 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欧阳峰前传来看的话 也许可能大概会看懂一点点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翻拍金庸武侠剧是无止境的 张艺山版本的陆顶记还未播 新版天龙八部也蓄势待发 或许多年以后 射雕英雄传 又又又又又会被翻拍 但无论怎样 请大家都不要忘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伯伯伯 那你说何谓是侠之大者 孤儿 我希望你记住 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这四字 这是金庸先生的初心 也是各位出品人对作品的初心 最后迅速按下暂停键 看看你是射雕英雄传里的谁 好了 本期的剧照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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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